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24.4平方公里,以其浓郁多元文化、卓越的购物乐趣及世界一流的设施而闻名,虽然面积较小,但却提供了丰富体验。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国际化城,拥有着世界一流旅游资源高品质的酒店服务。 这里有许多融合了当地文化现设计的精品酒店,为游客提供了舒适、奢华的住宿体验。 奢华酒店大多聚集在圣桃沙岛与滨海湾。 圣桃沙不仅有纯净的海滩,绿意盎然的热带雨林,高尔夫球场,世界知名的度假村,还有东南亚地区首创的环球影城。 圣桃沙名声万众瞩目。 滨海湾是新加坡地标建筑云集区域,鱼尾师、摩天伦、FE新加坡赛道都在这里,是全球顶级酒店的云集之处。 不仅地铁贯通各处,交通便利以及购物商场众多热闹非凡。 我们列出了新加坡最昂贵的酒店,帮助大家选择最适合的住宿场所。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 第十,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平均价格每晚4,990美元,创始人,不明,开业年份,1986年。 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在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能体验世界级服务及五星级雍容华贵的生活。 酒店可俯瞰标志性滨海湾,并连续被世界旅游奖评选为世界顶级商务酒店。 旅货殊荣的餐厅为宾客乘上可口美食,一流的泳池与若干网球场可供客人舒缓心情,恢复活力。 酒店地理位于中央商务区,方便商务游客轻松出行,另有各种景点,购物以及娱乐设施近在咫尺。 纵享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的舒适惬意,体验东南亚最具活力城市之一的勃勃生机。 套房浓缩太平洋风情与都市入驻精华,富丽堂皇的套房已精心挑选的设施。 品味独特的家具,展现出辉红气度。 内饰一间宽敞卧室与独立浴室,配备放入豪华冲浪浴缸以及淋浴蒸汽,还有专属用餐与娱乐空间以及完备的厨房器具。 落地窗,揽进新加坡城市天际的辽阔风光与滨海湾的如化景色。 第九,富丽堂海湾酒店,平均价格每晚8100美元,创始人,不明,开业年份,2010年。 新加坡富丽堂海湾酒店于2010年7月迎宾企业,曾荣获备受赞誉的国际组织及杂志颁发多个奖项,表彰其优质服务及推动环保之贡献。 该酒店是滨海湾海湾及商业中心区内的一座六层高五星级酒店,步行往来佛市方地铁站仅数不知遥,临近富丽堂一号及与伟市公园。 酒店建于海滨中,想观赏临海活动的有利位置。 皮莲早期移民登陆处之历史建筑物《红灯码头》与富丽敦海运楼,融合了新加坡的现代发展,古迹与文化遗产。 酒店提供100间客房,包括5间主题套房及1间总统套房,每间客房均享全海景,露台及阳光甲板层,内部装潢,雍容典雅。 海滨美景与新加坡城市天际县的炫目景观尽收眼底。 总统套房作为富裕与奢侈的缩影脱颖而出,每晚平均价格为8100美元。 第八,新加坡四季酒店,平均价格每晚8000美元,创始人Isadora Sharp,开业年份,1994年。 由Isadora Sharp创立的四季酒店品牌,以其卓越的酒店服务而享誉全球。 在它领导下的四季酒店,为优质客人体验,树立标杆。 新加坡四季酒店,位于新加坡乌捷大道190号,居高俯瞰着整座城市的辉红全貌,包括下方绿树环绕的林英大道。 著名的总统套房每晚平均价格为8000美元,它是富裕与精致的象征,迎合了最挑剔的旅行者在城市中心寻求非凡的住宿。 拥有多家设计师品牌门店的本地奢侈时尚公司Club21合作,提供一对一的定制化时尚咨询服务。 这项服务地点可以是宾客的客房内,也可以是全程任何一家Club21精品店。 旅货殊荣的粤菜餐厅江南春,地道的广式点心和用木豆木烤制的北京烤鸭配鱼子酱定将让您食指大动。 或者前往以葱翠绿植装点的190餐厅,享用融入亚洲元素的普罗旺斯料理。 然后在190酒吧点一杯鸡尾酒,步入绿意盎然的室外露台,认识时尚非凡的本地常客和其他旅行者。 客人还可在屋顶泳池挥避畅游的间隙,轻松规划自己的城市探索之旅。 还可悠闲漫步至新加坡植物园,进行探索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或者参观旅获殊荣的新加坡动物园。 第七,新加坡来服饰酒店,平均价格每晚9510美元,创始人Sir Stamford Raffles,开业年份1887年。 该酒店由四个亚美尼亚裔兄弟所创。 一开始建了一座有时间客房的殖民17式建筑与美之路,Beach Road与百胜路,Press Buster Road之间。 酒店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继续扩建,包括了其他编译建筑的扩建,将主楼装修得更完善,以及一些康乐式及台球式的修建。 逐渐有今日的雏形。 1929年,经济大恐慌对莱佛市酒店造成很大的冲击,最后只能接受破产保护。 1933年财务危机,酒店最后被一家公营公司Raffles Hotel Ltd接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度过。 不过他却跟随着新加坡在战期面对很多苦难,包括在战争结束前曾被当作集中营使用。 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宣告莱佛市酒店为国家级古迹。 酒店经过1亿6千万新元装修后,恢复了他昔日的魅力与尊严。 总统套房闪耀着奢华与精致巅峰,套房住一晚平均花费9510美元。 这家全套房酒店与一条同样是殖民时代风格的兴建,环绕拱廊相邻。 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博物馆,一个名为光华剧院Jubliho的维多利亚式剧院以及70家零售商店。 店内出售各种名牌商品,如Tiffany与路易威登,此外,还有本地精品店。 这座代表新加坡殖民地风格的酒店吸引了大量游客。 毛姆、吉普林、卓别林等人都曾在此下榻。 这里不仅仅是一座酒店,同时也是新加坡的旅游名胜,每天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旅行者。 但这里很多地方除了住店客人以外游客不能进入,允许一般游客进入只有大堂、餐厅及周围的莱佛寺院购物中心。 第六,新加坡加佩勒酒店,平均价格每晚1万美元,创始人Horst Schultz,开业年份2009年。 新加坡加佩勒酒店位于极具历史感的两栋建筑物丹纳美拉1和丹纳美拉2。 两座建筑自2008年7月开始被正式列入法定保护建筑物的古迹。 该酒店前身是殖民时代英国政府高官位于圣陶沙岛的会议场地,原名为Kanamera建于1880年。 坐落于30英亩的翠绿山栏上,焦点是两座殖民地建筑物。 如今金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诺曼福斯特创立的建筑公司Foster加Partners设计, 更扩建了全新复现代感的新意。 殖民古迹色彩与当代建筑艺术完美融合,拥有112间客房, 其中包括套房、别墅房与庄园。 宾客可在极致自然美景环境中充分体验私密的住宿体验。 殖民庄园的平均价格为每晚1万美元。 入住宾客会感受新加坡最佳饭店体验,通往该酒店为独立私人车道。 酒店弧形的现代建筑与殖民风格建筑极率一盎然的热带与林相互融合。 中国南海就是新加坡加佩乐酒店的后院。 新加坡加佩乐酒店度假村与SPA的绝佳地理位置, 确保每位宾客都获得无与伦比的盛陶沙假期。 第五,新加坡瑞吉酒店,平均价格每晚1万050美元。 创始人John Jacob Astor,开业年份2007年。 中文字幕提供者 欢迎订阅礼物理合途中文字幕提供